事前的影像消失了齁 完全沒有畫面 有可能會再發生類似的 有機會找回兩岸高火線的應變 對岸是一個唯一把的船隻 這是事實 他們畢竟就是小扇板嘛 他不太可能會有那種 GPS衛星定位系統 海巡署的這個船 事實至終他的船 就是沒有配備這個手機系統 可是第一時間的時候是說來不及耶 為什麼不配備監視系統 他說追逐過程中 劇烈晃動 難以維持平衡 海委會管閉機主委 他們第二時間說 的確在高速追逐狀況下 船隻有多次接觸 接觸不是撞擊 現在也有來的手機證據 海委會一直告訴大家說 我又沒有影像紀錄 那兩個昇環的船員 他現在是在對岸地檢署傳喚的時候 可以傳對岸的這兩個船員嗎 他們能不能去承認 就是台灣執法的調查權 那假設對岸的這兩個船員 他不願意來或因為政治因素 他來不了的話 那最後還有會給地檢署 那又沒有影像紀錄 又沒有明確的試證 尤其是這個面對 與他的不同的問題 產生國際衝突的時候 你們不應該是用這樣子 一個忽略帶過的方式 這個海委會像在擠牙膏一樣 講一點說一點 講一點說一點 第一時間說偵查不公開 可是奇怪的事情 就是救援有公開 就是我們看到事後的 這個救援的相片 非常的清晰 然後當時是快艇已經翻覆 然後海巡人員是站在快艇上面 然後再救他們 救他們把他們拉起來 然後這樣把他們 那有兩位就不幸溺斃了嘛 所以這其實說真的鬧出人命 真的是非常不幸 那可是現在大鯉民的指控 講白了就是你撞我嘛 那至於越界的問題呢 其實有人去對了一下 確實可以說在那個邊界附近 但是好像也不是深入到很深 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 確切的越界法 目前我們也沒看到 這個海委會做很詳細的一個公布啦 反正現在都在打嘴炮狀態 總之他不想講 他跟你說偵查不公開 那最扯的事情是 大家本來以為是影片不公開 事前的影像消失了 對報告各位學長 完全沒有畫面 好吧 那維遠你怎麼看這件事 因為這是鬧蠻大的 我先講為什麼這幾天 一直在討論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議題的確會成為 兩岸一個衝突 甚至有機會成為導火線的一點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說 對岸其實前幾天他就說他不承認 所謂的禁制跟限制水域 換句話說 未來這個金門跟這個廈門 這個所謂他們這個比較短距離 這個海岸邊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再發生類似的衝突 第一個他們是一個 對岸是一個三無的船隻 他是一個違法的船隻 這是事實喔 他有沒有越界 我覺得這一點很簡單 他們畢竟就是小型的那種扇板嘛 他不太可能配備那種衛星定位 那種那個叫做膠殼船快艇 他不是真的說什麼遠洋 中遠洋捕魚 那個船真的很小 他不太可能會有那種GPS衛星定位系統 但誰有 海巡署的這個船一定有 要不要公佈他的這個衛星軌跡 這第一點喔 我覺得這個海偉會 他必須去公佈的一件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我一開始 是蠻站在我們中華民國政府這邊的 因為為什麼 就我說一害他是違法的船隻 就對岸是違法的船隻 那越界捕魚 那這樣子驅趕我覺得是正常的 那你說說船速過快彼此追逐 然後導致翻覆 我們對船也沒有那麼熟啊 一開始聽起來覺得邏輯 好像很合理喔 有時候過彎叫做太邪的時候翻覆嘛 大家可以理解 對岸申環的這個船員 對外公開講的時候 就說海軍所的船 海偉會的船有去衝撞他 衝撞完之後 海偉會包含管閉機主委喔 他們不是否認這個事情 他們其實是間接已經就承認說 喔的確喔 他們第二時間說 的確在高速追逐狀況下船身有多次接觸 是接觸不是撞擊 例子來講 假設我今天跟歷史哥我摸他一下 我就性騷擾 我不是性騷擾 我就這樣摸一下歷史哥而已 摸一下而已 我沒有摸他沒有捏他然後沒有造成他不快的感覺 都市接觸很明顯看得出來 海偉會現在在避重就輕 是 所以他們也承認的確船隻有碰撞 那船隻碰撞是正常的執法範圍嗎 海偉會你有跟我們講 這是不是你們的SOP嗎 碰撞因為他頓位不一樣 所以海偉會的船撞到這種扇板 或這種小鞋困體舟的時候 其實對方是很容易產生翻覆行為的 海偉會的船沒有配備監視系統 他是直接說沒有 對 換句話說自始至終他不是什麼來不及 他意思說自始至終他的船 就是沒有配備這個所謂 可是第一時間的時候是說來不及 對他來不及 為什麼就說法一直改來改去 就改變了 然後他說為什麼不配備監視系統 他說因為追逐過程中劇烈晃動 難以維持平衡 大家趕快去網路上 看過有人哪有越野機車 趕快拿GoPro那滑雪 也是劇烈的滑來滑去 不用別的現在的 現在的autobine安全帽戴著都可以 前後同時 所以這個什麼 這個理由就是 我覺得在騙無知或騙不知道的民眾 雖然我支持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官員 跟局處他們的一個行政執法權 但是你行政過程有瑕疵 有過當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好好的去了解你是不是有這個過程有出現缺陷 尤其是這個又是面對跟其他的不同的政體政權 會有可能產生國際衝突的時候 那你們不應該就用這樣子的忽略帶過方式嗎 那你後來剛剛 我們歷史哥有講說那是不是等這個檢察官這個蒐集證據之後才知道有結果 第一個除了他可能是一個政治事件之外 再來就是現在也真的很難去蒐集證據 如果海委會一直告訴大家說 我又沒有影像紀錄 然後呢你說那兩個生還傳員他現在是在對岸 受訪的時候講這些東西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地檢署傳喚的時候可以傳對岸的這兩個傳員嗎 第一個可不可以傳再來是傳了之後他們會不會來 他們能不能去承認就是台灣這樣一個司法的調查權或司法的治權 這也是一個問題喔 那假設對岸的這兩個傳員他不願意來或因為政治因素他來不了的話 去採進海委會的說法 那最後海委會給地檢署檢察官是什麼東西 那又沒有影像紀錄 然後又沒有明確的這個試證 他最後要怎麼樣去調查真相 我會覺得蠻困難的 所以第一個地檢署其實也有一些違常的一些狀況 首先這案件就還沒調查完 你就把人放回去 什麼概念 第二既然一度傳出說要這個強調說要先火化 那說真的兩岸這個應該說這不是大兩岸喔 這是金門跟廈門的坐船過去 如果直線航行我們還是從廖羅湾出發 如果正面躺行的話 這麼幾分鐘的躺行 好像一個小時以內吧 那我覺得很奇怪你急著把漁民送出去幹嘛 那這兩位漁民到至始至終喔 也沒有開放他讓我們的媒體來採訪 因為這些漁民他回到大陸 你現在開始這個開始綠營的一些說法 一些側翼的說法開始說 這個漁民就是受到這個中共的指使開始講 不過如果你有仔細去看那個漁民受訪的話 那漁民真的是說實在 看起來確實就真的很漁民 沒有這但蠻麻煩我剛看到其實台灣的檢方是有說澄清說那兩個漁民回去的漁民 他說在調查過程當中沒有表示任何意見 他對於這個過程當中他沒有表達說海軍署怎麼樣或者是海軍署怎麼樣 那我問一下地檢署啊 那你在增訪的過程當中有沒有露營嗎 會不會地檢署也沒露營呢 地檢署應該要露營啊 對嘛地檢署一定要 你有跑過的你就知道嘛 地檢署要露營啊 會不會又沒露營 這一個問題嘛 那地檢署到時候可以交出來嗎 你敢講這種話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無法新的民進黨政府了 這個因為管閉靈根本就不管不靈 亂管亂靈啊 為什麼因為到現在管閉靈講的話 一朝夕好變了好幾次 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想幹嘛 我覺得我們真的要面對問題就是說 當兩岸現在發生衝突之後 對岸片面把過去模糊的默契跟界限 他們不承認之後 對岸有沒有錯 或許還有錯啦 他們自己改變了 但當對岸改變之後 請問一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民進黨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你怎麼樣去面對這個事情 你怎麼樣去處理這個事情 如果民進黨政府邏輯裡面認為說 兩岸是這個各自獨立的好了 那對互相的治權不能不能互相侵犯的話 對岸的海巡船上了我們的中華民國的艦艇 中華民國的艦艇這種是這種主權延伸的 換句話說他上了我們主權土地上去做檢查 請問一下民進黨政府你有做什麼樣的抗議 或你有做怎樣的防範 或你有做怎樣的一個反制嗎 我們的反制動作是什麼嗎 我們怎麼樣讓我們的民眾更安心嗎 現在面對問題就是金門跟 金門跟馬祖漁民未來很有可能經常性的 面對對岸的這個海巡船 不斷的去做驅離或上船檢查動作 這的確影響到他們的身體 影響到他們的方便嘛 那這個時候中華民國的政府 你怎麼樣去幫我們的漁民 幫我們金門跟馬祖的漁民 好好的去讓他們有個安心的生活 因為政府你要做是這個事情 除了指責對方之外 我們要怎麼樣保護我們 我們的民眾 我覺得這才是政府應該去做 金門人跟下門人本身沒有多少衝突 那個今天會衝突的是 是台灣的 講白了就是 民進黨帶頭去創造這個衝突 那你把金門 金門人跟下門人之間 他們有很尖銳的矛盾嗎 事實上並沒有 其實沒有 其實就歷史來講 金門跟下門反而應該會有歷史矛盾 因為這個第一線這個古寧頭啊 823都發現了 可是實質上就是金門人在身份認同啊 在很多方面上面 事實上跟台灣人也是不一樣 他們在互動跟生活圈上 那金門的很 其實你也會發現 就對岸目前為止 對於金門人的直接騷擾其實很少 那最扯的事情是 那你說你這個金線之水域 現在海委會是告訴你說 看到對岸如來臨解 那轉身離開趕快跑 哈哈哈哈 就是匪夷所思 這就林警長政府你到底在幹嘛 所以以後兩岸發生戰爭 對岸飛彈飛過來 然後對岸要拿槍過來的時候 我們就民眾自己趕快跑就好 我們不用期待 政府的國軍或怎麼樣可以保護我們 這個國防部長不是講了嗎 關心但不介入啊 關心海域 下一次會不會出現在澎湖海域 那再來 中國的大型海警船 或者魚鎮船 會不會出現在台灣24里 那現在美國當然有出演嘛 但問題是 如果在不武力衝突的情況之下 那請問他就是用民警 等於說我就不上升到國防軍事層次嘛 我就用民警層次 那你要派軍艦去抓他嗎 你要直接衝突嗎 其實最有名的例子是什麼 就釣魚台嘛 釣魚台現在就是中國海警常態巡運嘛 除了吹大颱風天之外 基本上 而且他是派很大的船 萬噸級的幾千 幾千噸級的在那邊巡運 現在的釣魚台日本人根本控制不了 實質上完全控制不了 就是那個海域現在就是中國失控 好那我問你 假設中國跑到澎湖又跑到台灣海域 甚至給你環胎海域執法 假的括號執法 然後他甚至出了一招 譬如說上網登記 或者是你去下載我們的APP 對不對 你只要有台胞證 登記完之後 我們不會我們不會查你 你只要出示台胞證 或者是你只要登記完 我們偵測到你是已經在我中國海警有登陸 我海警船不查你 那就不就是人家實質行使管轄權 那請問你民進黨有想到這一些嗎 我覺得這很糟糕 這狀況越來越糟糕 我覺得歷史跟剛剛講的狀況是我認為 我以前其實有一陣子是覺得九個共識是 好像我也被民進黨在那個媒體洗腦了 然後覺得好像要改調整幹嘛 然後模糊我講不清楚 但我現在越來越覺得 也就是這樣子一個模糊的空間 才能創造出兩岸之間模糊之間的一個互動 也讓之間彼此比較和平的可以好好去解決這事情 然後像今天事情如果真的發生在馬英九政府時代的話 可不可以透過一些溝通管道 甚至我知道之前不是馬英九政府的時候 其實金門的漁民跟廈門 他們就兩方面的這個海警海巡之間 還有共同打擊的這樣合作的一個演練 合作演練以及這樣子一個共同打擊的默契 一直是存在著的話 也就不會發生到今天這樣子 跟三無船隻衝突的情形 因為彼此之間是有一個合作默契在的 知道怎樣透過一個SOP去處理這樣子的事情嗎 那也因為這樣默契都沒了 各自為政的前提之下 導致這個衝突不斷不斷的升高 然後最後造成今天這樣一個衝突的結果 這我覺得這是政府難辭其咎的 這個民進黨政府他應該去解決這樣的問題 先後秩序的 你不自責無人 講白是這樣嗎 我憑什麼要對你人 其實你這個不自責家伙 講白你爸機會不能再高 我搞你剛好而已 你要玩蠻力那就來吧 那如果世界上都要玩蠻力的話 如果你主觀期待蠻力最大的美國爸爸 跟共軍硬肝 那你要怎麼幹 對 所以其實現在是很荒唐耶 委員 假設今天是我們換成另外的情形 是對岸的所謂的這個海景的船 讓金門或台灣的漁民反覆 而有兩名比較不幸往生的話 請問一下我們這邊的輿論 或我們這邊的仇恨值會多高 一定非常高